好 欸 你知道那蓮花 蓮胎盤萃取出來的 因為我知道這個商品也是已經用了十幾年了 真的很久了 這很久了 長賣商品 它的優點是不會反乾 而且它還可以乾濕啦 用就很好用 就是有時候你已經手已經濕了 然後你就是必須要洗臉的時候 它就真的超級好用 它就是蓮花的那個胎盤 然後去做成的這罐卸妝水 所以它的保濕效果是非常非常好 兩個的差別是什麼 一個是油 一個是水 然後其實很多時候油的劑型有部分的人就會覺得油會不喜歡 然後這個水就相對更加清新 反正是我覺得它蠻溫和的 就是它的溫和度夠 然後洗洩力也蠻足的 這個也很保濕欸 所以這兩款都是算不錯的 那如果平常就是擦可能只擦防曬或是因為妝很薄 那我可能要卸妝水就夠了 我是因為我二十年前妝很厚 二十年前 因為你知道人女生都這樣吧 就是你年紀越小的時候就越想要化了花枝招展 所以我以前是睫毛膏都必上 那我現在是連睫毛懶得上 當媽媽之後就是那什麼什麼都沒有了 就是很懶 就是防他們的防曬上一上然後腮紅就好 那我以前就是睫毛膏都會上 所以我都是用油啦 因為二十年前沒有什麼水 對那這一罐我還不知道 那一把這罐很厲害 谢谢大家